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恭喜海洋公園的大熊貓瑩瑩和樂樂 生了他們第一胎的龍鳳胎BB 也是香港史無前例有熊貓BB在我們本土出生的 這真是一個很開心 也令人很振奮的消息 其實我本人很喜歡熊貓 不計海洋公園的話 過去我也去過兩次成都看熊貓 其中有一次有幸看到熊貓BB的真面目 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這些熊貓BB的生命奇蹟 所以我今次專門錄了一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熊貓繁殖的有趣知識 以及熊貓BB出生後的一段時間 究竟會是怎樣生活的呢? 其實今次香港有大熊貓BB出生的消息 這麼令人振奮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香港生活的兩對大熊貓 暗暗戒戒和瑩瑩落落 以往一直都未能成功製造到他們的下一代 而由於瑩瑩都逐漸長大到 超越了正常分娩應有的年紀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應該將這件事放低 也或多或少因為這樣 中央就決定再送多一對大熊貓給香港人 但正當很多大熊貓愛好者 包括我在內 都很期待究竟中央會選哪一對大熊貓 送給香港人的時候 營營樂樂居然自己射入了這個生寶寶的黃金入球 這個劇情真是太令人驚喜和意外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知道大熊貓繁殖的小知識 應該會對今次的消息感到更高興和安慰 先跟大家說一些熊貓繁殖的冷知識 其實熊貓繁殖季節是很短暫的 通常只是每年的春季時開始 大約是三月到五月 和人類就非常之不同 痴性熊貓只會在春季三至五月排卵一次 其實也是很合理的 熊貓本身住在四川的地方 它冬天是很冷的 這個時候如果生嬰兒的話 其實也挺吵架的 所以基本上它排卵的季節就是三月到五月 然後到它真正生產 就會在冬天結束之前就應該要完成生產 這樣才可以度過很寒冷的季節 而熊貓的懷孕期大概是95至160天 最長有些去到200天都會有 即是三個月到六個月左右 而今次的熊貓的懷孕期都是達到五個月 都是在正常範圍之內 但有時它會經歷了一個叫做延遲著床 著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個受精了的卵 就不會馬上黏著子宮去營養 簡單來說就是不會發育的 也是因為這樣 人類比較難發現它正式懷孕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動物園 在發佈熊貓的懷孕的訊息中 其實都是比較含糊 也是有原因的 接著跟大家講一下大熊貓生孫胎的機率 其實牠們生孫胎的機率也是挺高的 去到5% 在動物界來說算是很高的 因為動物界普遍都未必會生孫胎的 但是要講一個很殘酷的事實給大家聽 由於大熊貓的生存環境真的挺嚴苛的 所以大熊貓媽媽生孫胎之後 通常最後只會選一隻來撫養 另外一隻通常會放棄 但由於大熊貓始終是比較稀小的原因 隨著人類圈養之後 牠們都用很多方法 將另一隻熊貓的寶寶都盡力保存 另外熊貓BB的體重其實真的很輕 普遍來說是100克至200克 比你的手提電話更輕 繼續跟大家分享大熊貓繁殖一些有趣的事實 在香港海洋公園裡 大熊貓瑩瑩創下了 有史以來最年長初次成功產子的紀錄 瑩瑩在19歲的時候 就誕生了龍鳳胎 這個年齡相對於人類來說 大概是80歲左右 在熊貓界來說也是一個高齡產婦 而關於最老華人熊貓的紀錄來說 23歲的大熊貓 海子在中國大熊貓保育研究中心 餓農神樹平基地 成功誕下了一對龍鳳胎熊貓寶寶 也創下了大熊貓產子最高年紀紀錄 和大熊貓產雙胞胎最高的紀錄 所以看回如果瑩瑩和諾諾還是有心有力的話 應該都可能還有一胎至兩胎可以生 而一般來說 人工圈養的大熊貓 由4歲左右開始就可以進入繁殖狀態 到20歲左右都還可以受孕 而熊貓交配的情況來說 熊貓交配通常都是要人工輔助 因為他們在野外交配行為 都是非常隱秘和短暫的 另外熊貓被認為是性冷淡的動物 因為牠對交配的興趣其實不是很高 所以你們看過新聞都會知道 其實牠的智養員是要播放一些熊貓的AV片 給牠看 去培養牠們的興趣 甚至乎學習的能力 但偏偏其實熊貓是大近視 牠平均像我一樣 二百多度近視 所以我也很懷疑牠看著電視的時候 其實是看不看得到 究竟牠在做什麼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熊貓的繁殖是比較困難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人工繁殖對牠們來說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過去一直都有一些觀點認為 其實牠們帶熊貓的繁殖能力很低 但這個其實都是基於牠們 由於受到早期人類的圈養的習慣是有關的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牠們是一些稀有的動物 所以保養員其實就不是對牠們的繁殖 或者繁殖之後的生態環境太過了解 所以在圈養的過程裡 熊貓BB其實就是由那些智養員養大 也是因為這樣 牠們沒辦法在媽媽身上 學到養BB的技能 甚至乎一些很基礎的基因 所以後來牠們慢慢了解了這個情況之下 在養回這些熊貓BB的過程裡 給予多些機會牠們接觸熊貓的媽媽 也是因為這樣 之後牠們再繁殖的時候 其實整個過程就會更順利 也會比較投入這件事 也因為熊貓繁殖的時間窗口實在太短 為了增加成功率 其實在幫牠們找配偶的過程裡 通常都會找一些有經驗有能力的熊性熊貓 會讓牠們出去做這些繁殖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大熊貓的族譜 很多時候都會發現一隻公性的熊貓 是有很多子子孫孫的 因為牠們有心有力 也懂得怎樣去繁殖的過程 成功率就會高些了 在有些情況之下 其實都會做出人工獸精的情況 以我理解通常這些事情 就會在外借大熊貓的情況身上發生的機會會高些 我理解就是美國曾經做過這件事 在中國裡 通常牠們都比較希望嘗試做自然繁殖 而如果在計算熊貓的壽命來說 在野外熊貓的平均壽命大概是14至20年 但是在人工的治療情況下 牠們的壽命是會超過30歲的 到底熊貓BB出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熊貓BB雖然是國步 得到很多人的喜愛和照顧 但如果從生理學的角度去看的話 大熊貓BB的生理結構 真的輸在起跑線上 要通過後天非常努力 才可以成為一隻健康精靈的大熊貓 讓我給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先講一下熊貓BB的視力 其實熊貓BB出生的時候是看不到東西 因為牠的眼睛還未張開 直到大概40天左右就會睜大眼 但就算睜大眼也好 牠的視力仍然是很差的 只是看到幾米之內的模糊影像 應該直到大概三個月左右 牠們的視力是有所提高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究竟大熊貓認不認得他們 舊時的自養員 其實本身因為牠是一些大近視 所以牠認不到的機率也是挺高的 而大熊貓繁殖之中 最奇特就是牠們剛剛出生的 即是近來你發放的照片裡面 牠的身體是非常之不成熟的 牠基本上是一個完全粉紅色 而其實粉紅色的皮膚 本身就是熊貓皮膚的顏色 只不過你看到那些大的熊貓 因為牠生了一些白色黑色的毛 遮了你們不知道 這些熊貓初生的BB 身體上有一些很稀疏的白色的絨毛 在上面 眼睛和耳朵都是一個很模糊的狀態 形狀只有一個輪廓 而長長的尾巴是佔了牠的長度是四分之一 非常之有趣 如果根據美國國家動物園相關的數據統計 熊貓BB是世界上 相對於母親的體型來說 最小的暴雨類動物之一 僅次於代鼠類的動物而已 由此可見 熊貓寶寶是非常脆弱的 媽媽分娩之後 最初幾天的乳汁 叫初乳是草綠色的 初生熊貓BB身體是非常脆弱的 牠沒辦法爬行 也只有很少的毛髮 所以剛剛出生的幾周 熊貓媽媽 必須把出生的熊貓寶寶 放在自己的身體上 提供溫暖 以及給牠一點奶水 以瑩瑩樂樂的雙胞胎為例 剛才我都說過 因為牠只會照顧一隻 所以智養員會交替照顧熊貓的雙胞胎 牠怎樣做呢 人類就會拿走其中一隻 另外一隻熊貓媽媽就會照顧著 人類照顧那隻的時間 其實會放在一個保溫箱裡面 提供一個和熊貓媽媽身體相約的溫度給牠 營造在媽媽身體的溫度 令牠生長、保暖 希望牠可以比較健全去發育 同時也會定時餵奶 另一方面 媽媽就會照顧寶寶 當然就在媽媽身體裡拿到的溫暖和奶水 這個步驟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熊貓長大成人之後 就可以因為這個經歷 學會怎樣照顧牠自己的下一代 通常大熊貓媽媽照顧自己的兒子 會長達18個月 有時甚至乎兩年 直到牠生下一胎為止 而對於嬰兒來說 出生之後三個月就是牠們成長最重要的時間 因為牠們就會開始學走 甚至乎學習爬樹 這是他們發展他們運動技能裡面最重要的階段 聽完我講以上的資料 希望大家都明白 其實現在香港這兩隻大熊貓龍鳳胎 現在是處於一個很關鍵的發育時期 健康狀況應該在兩個星期至一個月內就會開始穩定 不過我知道其實現在 中國在繁殖大熊貓方面 已經是非常有經驗和心得 應該給予很多經驗和支援在海洋公園 相信牠們也可以很活潑地長大 之後和我們再正式見面 而以我理解 大熊貓BB通常會在六個月長大之後 才會正式和廣大的市民公開見面 希望牠們一家人除了過得開心健康之外 也會為我們每一個人帶來更多的歡樂 今集內容算是一個新嘗試 舒服點坐在我自己的Studio裡面 做充足的準備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知識 又或者是我對事情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種分享 又或者你們可以告訴我 其實你想我說什麼話題 留言告訴我 有機會再見 拜拜